好 谢谢 现在这活儿要够办了 工资给客套 老板 来四个包子 好嘞 您看看要什么馅的 好 我看看 今天全能神教会的人 来给咱们聚会 一定得提高警惕 有情况赶紧报信啊 好 这几个路口 都安排好了 展考黄少的人 你们就安心聚会吧 来 您的包子 给 好 走了 慢走啊 太后 今天就会来 是 是 感谢主席 快看 开始了 神的显现 带来了新的时代 神六千年的金银计划 已到尾声 国度大门 已向每一位 寻求神显现的人打开 亲爱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你们现在正在等待着什么 正在寻求着什么 是不是都在等待着神的显现 神的显现 神的显现 神的显现多么令人渴慕 神的显现多么令人渴慕 神的脚踪又是多么的难寻 这样的时代 这样的时代 我们怎么做 才能看到神显现的日子 怎么做 才能跟上神的教宗呢 这样的问题 是每一位等待神显现之人 所共同面临的 你们都不止一次地想过这样的问题 但结果怎么样呢 神在哪里显现呢 神的脚踪在哪里呢 你们得到答案了吗 有许多人会这样回答 神在所有跟随他的人中间显现 神的脚踪就在我们中间 就这么简单 公式性的回答 谁都可以做到 但你们明白 什么是神的显现 什么是神的脚踪吗 神的显现 是指神亲自来到地上做工作 以他自己的身份 以他自己的性情 以他固有的方式 降临在人中间 做开辟时代 结束时代的工作 这种显现 不是一种仪式 不是一种迹象 不是一幅图画 不是一种神迹 不是一种大的意象 更不是一种宗教式的过程 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 人都能触摸得到的 人都能目睹得实际的事实 这种显现 不是为了走走过程 不是为了一种短时间的工作 而是为了 而是为了他经营计划中的一步工作 神的显现都是有意义的 都是与他的经营计划有关系的 这里说的显现 神每次的显现都要做一步大的工作 这个工作不同于任何一个时代所做的工作 是人所想象不到的 也是人都未经历过的 是开展新时代的 也是结束旧时代的 是拯救人类的一步更新更拔高的工作 更是带领人类进入新时代的工作 这就是神显现的意义所在 我们既要寻找神的教宗 那就得寻找神的心意 寻找神的说话 寻找神的发声 因为哪里有神的心说话 哪里就有神的声音 哪里有神的教宗 哪里就有神的作为 哪里有神的发表 哪里就有神的显现 哪里有神的显现 哪里就有真理 道路 生命的存在 你们寻找神的教宗 都忽略了神是真理 道路 生命这句话 所以很多人得着了真理 也不认为是找到了神的教宗 更不承认是神的显现 这是多么严重的失误 神的显现不可能合乎人的观念 更不可能是按着人的要求而显现 神做工作有自己的选择 有自己的计划 更有自己的目标 有自己的方式 他做什么工作都没有必要与人商量 征求人的意见 更不用通知每一个人 这是神的性情 更是每一个人都当认识到的 你们要想看见神的显现 要想跟随神的教宗 就首先从自己的观念中走出来 不要苛求神应该这样做 应该那样做 更不要把神限制在你的范围里 限制在你的观念里 而是应当要求你们自己 该怎样寻求神的教宗 怎样接受神的显现 怎样顺服神的新工作 这才是人当做的 因为人都不是真理 人都不具备真理 人该做的就是寻求 接受 顺服 这话真是太好 一般人说不出来 这话真有亮光啊 花旬就是显现做工的路 都说得很清楚啊 咱们还是头一次 听见这样的话呀 是 这话挺好听 感谢神能听明白 感谢神啊 我们再来读几段 全能神的话好不好 好 请大家翻开第三页 好 全能神说 既是道成肉身 就有神的实质 既是道成肉身 就有神的发表 神既道成肉身 就要带来 祂要做的工作 既是神道成肉身 就要发表神的琐事 既是道成肉身 就能带给人真理 赐给人生命 既给人道路 若不具备 神实质的肉身 那就定规 不是道成肉身的神了 这一点 是确定无疑的 人要考察 是否是神所道成的肉身 那就得 从他所发表的性情 于说话中来确定 也就是说 确定是否是神所道成的肉身 或确定是否是真道 必须得 从他的实质上来辨别 所以说 是不是神所道成的肉身 关键在乎其实质 做工 说话 性情 等等更多的方面 并不在乎其外表 道成肉身的神 结束了 只有耶和华的背影 向人类显现的时代 也结束了 人类信仰渺茫神的时代 尤其是最后一次 道成肉身的神的做工 把全人类都带入了 一个更现实 更实际 更美好的时代 阿们 阿们 不仅结束了 律法规条的时代 更重要的是 将实际的正常的神 将公义的圣洁的神 将打开经营计划工作的 展示人类奥秘与归宿的神 将创造人类的 结束经营工作的神 将隐秘了几千年的神 向人类公开 彻底结束了渺茫的时代 结束了全人类 欲寻求神面 却不能的时代 结束了全人类 侍奉撒旦的时代 将全人类完全带入了 一个崭新的时代 这些工作 都是肉身中的神 取代神的灵 做工的成果 感谢神 阿们 阿们 感谢神了 姊妹 我来读一段吧 好啊 耶稣来在人间 带来了恩典时代 结束了律法时代 在末世 神又道成了肉身 这次道成肉身 结束了恩典时代 带来了国度时代 凡是能接受第二次 道成肉身的人 就被带入国度时代之中 而且能亲自接受神的带领 耶稣来在人中间 做了许多工作 但他只完成了救赎全人类的工作 只是做了人的赎罪祭 并未将人的败坏性情都脱去 要将人从撒旦的权势之下 完全拯救出来 不仅需要耶稣做赎罪祭 来担当人的罪 而且还得需要神做更大的工作 将人被撒旦败坏的性情 完全脱去 所以 在人的罪得着了赦免之后 神又重返肉身 带领人进入新的时代 开始了刑罚审判的工作 这工作将人类带入了更高的境界 凡是顺服在他权下的人 将享受更高的真理 得着更大的祝福 真正活在了光中 得着了真理 道路 生命 阿们 感谢神 我听到全能神的话 真是真理啊 这肯定是出于山谷的 大家都听了全能神的话 感觉怎么样啊 从来没听过这么好的话呀 感谢神 我们等候主来啊 就应该寻找神的教宗 主耶稣说 寻找的就寻见 扣门的就给他开门 阿们 启示录预言说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阿们 咱们寻找神的教宗 就应该寻找圣灵的发声说话 寻求听见神的声音 这样才能迎接到神的显现 全能神的话 把神的显现做工 说得清清楚楚 大家想想 这要不是出于圣灵的发声说话 人能看透这事吗 能看透 那不能 对 除了神 谁能这样发声说话 谁能揭开这些真理奥秘 谁能把神显现的真理 神显现的意义 说得这么明白 只有神啊 对 只有神 对 只有神 全能神就是 道成肉身的人子 来显现做工说话 发表了许多真理 揭开了神做工的傲务 是啊 如果我们能够确定 全能神的话 就是圣灵的发声说话 那么请大家想一想 圣灵是怎么借着一个人 发声说话的呢 是啊 这是不是圣灵 穿上肉身发声说话呀 应该是 就像主耶稣一样 是圣灵实话在肉身 到他显现做工时 圣灵又发声说话 见证他 这可不是小事啊 主耶稣显现做工时 有许多人 听见主耶稣的说话 有权柄有能力 但没有认出主来 能认出主耶稣就是主 就是基督的人 首先得发现啊 主耶稣的一切发表 都是真理 都是任何人达不到的 这样才能认识 人子的显现做工啊 但人必须得向神祷告 寻求 获得圣灵的开启光照 才能达到果效啊 感谢主啊 关于怎么认识 神的显现做工啊 全能神的话 说得很清楚 咱们再来看一下 好 全能神说 神的显现是指 神亲自来到地上 做工作 以他自己的身份 以他自己的性情 以他固有的方式 降临在人中间 做开辟时代 结束时代的工作 阿们 大家回想一下 主耶稣显现做工的时候 是不是以道成肉身的方式 降临在人中间 显现做工啊 是不是以神自己的身份 来发表神的性情呢 是这样 是这样 这就让我们看到一个事实 神的显现做工 是实际的 是有意义的 不像我们想象的 那么简单 那么超然 这个显现啊 不是神在火焰中 像摩西说话那样显现 也不是神在旋风中 像岳伯说话那样显现 更不是主耶稣的灵体 向人显现 准确地说啊 神的显现就是指 神亲自道成肉身 来在地上 以神的身份 发声说话 发表真理 发表神的性情 做救赎人类 拯救人类的工作 也是做开辟时代 结束时代的工作 是 这样一交通才知道 神是这样显现的 当初主耶稣显现做工啊 就是以神的身份 在人中间说话做工 发表神的怜悯 自爱的性情 亲身为人定十字架 做了一步救赎人类的工作 开辟了恩典时代 结束了律法时代 这不就是神 道成肉身 降临在人中间 向人类显现做工啊 是 是这么回事 末世 主耶稣回来了 就是道成肉身的全能神 是以神的身份 发声说话 发表真理 发表神的公义性情 做了审判 从神家起手的工作 来捷径人 拯救人 成全人 把人带进神的国度 结束整个旧时代 这就是神漠视的 显现做工啊 原来是这样啊 对啊 神这样显现做工 太真实 太实际了 咱们怎么也想不到啊 感谢神啊 以往我们不明白 什么是神的显现 不知道神显现的意义 就凭着观念想象 定规主 认为主再来 是带着大荣耀 驾云降临向万民现行 甚至听到 全能神教会 见证主耶稣回来了 发表真理 显现做工了 我们硬着景象 不寻求考察 仍在等待着 驾云降临 被踢到空中 一组相遇 我们真是太瞎眼了 没想到 全能神显现 做工这么久 发表这么多真理 我们都没听见看见 是啊 真是 好险 没错过迎接主来 在前被提的机会 我们的观念想象 真是太耿人了 咱们以前啊 就是看天望云等候主来 却不寻求圣灵的发声说话 不寻求听见主的声音 真是愚昧无知啊 真是愚昧无知啊 我们还像瞎子一样 在黑暗中摸索 上哪能听见神的声音啊 感谢神 看来我们寻求神的显现做工啊 就得主动寻求真理 寻找神的声音 这些年 全能神教会一直都在见证 主末世的显现做工 这就应验了主耶稣所说的 看啊 我站在门外叩门 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 我要进到他那里去 我与他 他与我一同作息 阿们 感谢神 咱们看了这么多年圣经啊 都不明白主的话 是 今天考察全能神的做工 听见了神的声音 这才明白了主的预言 是 这是神恩待了咱们啊 是 是圣灵的带领和神的祝福啊 感谢神的恩待啊 谢谢